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媽媽什麼都要比 鴨香寶的招數有夠神 這樣大小的那個 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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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瞧瞧瞧 是古人的方法吧 腳跟舉肩同寬 就像左右這樣 這個就後面 聽完後面的感覺 他的禮服是從肩膀這邊 露到那個腰骨勾 我都怎麼辦 我背都是鬆的 所以我花了一個月 就把他的背全救回來 他幾乎兩天做一次 躲在縫毯上 那背是漂亮的 手肘對齊你的下巴 我媽媽 預備 GO 一 二 三 二 小姐 你的下巴掉下來了 拼搖條身材 比皮膚機靈 媽媽輸人不輸陣 今天節目邀請到 六位好神媽媽 和一位教練老公 分享自己美麗的鴨香寶 到底哪位媽媽的美麗絕招 能得到專家肯定精采內容 馬上開始 我們今天做的媽媽 都穿上了運動服 對 要來比一下 好緊張 我們的身材啊 體態是不能輸的 對 不能輸 對 真的不能有比 真的 而且其實妳很厲害 怎麼了 妳其實生之前跟生之後 妳那個小服都是頻到爆炸 對啊 身材超好的 對啊 沒有啦 真的先講 先講生前 好 生 生... 先看錢 看錢 就是懷孕前呢 真的就是平常呢 比如說我們吃那種 吃到飽 對 是不是會開始擔心肚子 對 出出來 然後跟一大票的人去吃飯 總那個有沒有 對 不會 之前去吃到飽呢 懷孕前去吃到飽呢 大概過個三十分鐘之後 唉唷 慢慢的就會消回去 慢慢的就會消回去 慢慢的 所以到家的時候 我的肚子就會開始 抗進去 真的好可憐喔 我有習慣性的 我覺得這個 跟平常的那種作息 還有姿態有關係 我從我懂事以來呢 我就一直習慣性的那種 就是很驚 真的喔 對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差 就是懷孕過 生完孩子過後 就開始可能 不能騙人的 是真的 不能騙人就是肚子還是會有點 就是 鬆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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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鬆鬆嗎 鬆鬆 鬆鬆 就是會還是會有點 那怎麼辦 所以我就發明了一個 叫做 用敲的 用敲的 海事綠豆妖獸敲喔 你看這個多麼的厲害 是古人的方法吧 就其實大概就 這樣大小的那個 對 然後兩隻手敲 好 你要試看看嗎 對 你要這樣嗎 兩隻手敲 怎麼敲 就這樣 然後看電視的時候呢 你真的不要偷懶 然後就這樣 左右 那樣子敲 對 就這樣敲 這個是 其實它還滿大力的 對啊 大力喔 敲到未出學嗎 不用敲到未出學 你要選 因為我們這邊是會有穴道的 你當然就是要挑 好一點 那要敲多久 敲到微紅的時候 你就可以讓自己休息 然後就反覆 你大概就看完一齣戲的 一個療程 他敲了兩下之後 有熱熱的感覺 真的喔 他其實真的很瞎 可是因為他的小腹太平 所以忍不住讓人家想 對... 你們不要以為這樣敲完 就沒事了 他要幹嘛 他要走來吃 那個... 白敲 沒有... 那個是後面的事情 還要收心 收心 對 還要收心 就是語間同寬 腳跟語間同寬 就這樣左右 這個還比較厲害... 這個很... 這個比較有用法 好了 我知道了 應該是後面的 因為後面的 我覺得這個還比較有效 是因為這個 對 有點像烏拉圈的感覺 這個厲害 而且他動作好好喔 他好會動喔 對啊 你好 你很像洗衣機耶 你就不要前面那個啦 對啊 前面白毛衣服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前面 前半部這個部分 也不是完全無稽之談 因為中醫這個附近有一些叫 代脈 也就是環著我們肚臍這邊一圈 代脈 所以有一些認為說 其實敲代脈也是傳統 他們認為可以受訓的方法 真的喔 因為他們主要是針對一些 比如說像女生就是 你是那種 排便不順暢型的 他有一些特殊型態型的 對 如果你是 對 不要這樣說 如果是純粹就是 吃很多那一型 光靠這個可能就沒有辦法 就配合後面這一招了 對 因為他其實有點算是被動運動 對 因為當你在敲的時候 你肚子一定會用力 對 也不可能在敲的時候 肚子是放鬆的 其實這個人的進階版 就為什麼拳擊選手 他在做仰臥起座的時候 旁邊要有人一直捶他 對 是喔 是 所以他也是比較算是 間接性的被動運動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我覺得用這個方法 會有一個危機 因為你在敲自己的時候 有時候你就看自己肚子很大 然後你就很想很用力有沒有 結果可能會有出血 或什麼狀況 對 所以我現在要教大家這個方法 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而且比較溫和一點的 好 但我也是非常在乎 就是腰部這個部分 雖然我的腰部是沒有像 有點心虛 但是事情就是發生在前幾天 我之前就接了一個晚宴的主持 然後那個廠商就跟我說 因為我們是一個很正式很大的晚宴 所以我要求的服裝是要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禮服的店 我就跟他說我要女神般禮服 那小姐就跟我說沒有問題 我們這邊很多女神 都來跟我們租過禮服 第一件他先拿出來一個 大漏肺長禮服 很美 他跟我說這一件 女神吧 女神吧 我說那可以 來 試穿一下 結果我忘記它是大漏肺 有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一個動作的時候 這個腰間肉就 然後那個大漏肺 你知道他就溢出來了這樣 我說那這件不行 這樣我要主持沒有辦法 我一定會動來動去 沒辦法說那 他說沒關係我們還有 我不要拿那個藝人穿好了 好不好 拿那個一般就是大家經的這樣 結果那件穿上去 真的也穿上去 拉鍊也拉起來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貼身的 你知道那個貼身 如果你的腰那個曲線 就是沒有凹下去的話 那真的是很尷尬 所以我就回家之後 我就覺得我要下定決心 因為他要來 腰瘦一番 然後我就在網路上找到了一個 日本搞笑藝人 搞笑藝人 好 一個是一個日本搞笑藝人 他發揚光大的一個 瘦腰的方法 示範給大家看 好 我這一張就叫做 貓身懶腰減肥法 就對了 很厲害的 怎麼弄呢 我要就是來示範一下 首先 因為我剛剛說貓身懶腰 你就要像玄貓一樣這樣 貓咪不是都會這樣子嗎 對 然後把你的背拱起來 這時候你的這個肚子 是不是就會用力 對 這是第一次 然後第二次就是你要推出去 貓不是都會這樣子推出去嗎 對 這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當你要推出去的時候 你嘴巴必須要發出一聲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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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推出去你知道嗎 你要喵 你要從內心到喵 喵 不好意思 你氣就好了 我知道老師 對不起 我們節目幾次也沒有辦法 想跟我們說 不好意思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必須要問 你們跟著我 我們明明是媽媽好神 為什麼聽一點媽媽好神 對 我也覺得 沒有 你們真的跟我做一次 做一個枕套 好 可能是還沒看到枕套 我下去的時候 你們要跟我一起吸氣 然後跟我一起喵 你們可以感覺到那個肚子的力量 OK Yes 好 準備囉 好 大家一起 吸氣 好下去囉 是不是覺得很尷尬 你現在真的只有你兩個小孩 而且我真的配肌有做過嗎 你說大家跟我一起 沒有 結果你下去哪 會這樣 對 那是一個有多尷尬 他想說你有多敵人嗎 幹嘛這樣 可是老師 這一種 是不是用狗的望會比較 力量會比較足夠 沒有 可是因為它是要 有點柔軟 這樣慢慢 對 要細長一點 我忘了就這樣 就沒有 那我們要伸展的 那我們做伸展動作就好啦 其實不要 他的第一段的這個動作 其實他跟瑜伽有點像 對 而且這個動作是滿適合 就是產後的 自然產的 女性朋友們可以做 因為他做一個 對 所以前面這個動作是OK的 但後面那個喵 就你也沒辦法救她的嘛 對啊 但是連動作都不對嗎 動作是 動作是對的啦 但那個喵就 沒有記憶 那個喵的目的應該是 提醒老公什麼 對 深深一些呼吸的情緒啊 其實我覺得他講得沒有錯 最後因為藉由那個喵 把那個動作就是不要一下做完這樣 對 就忘了...這樣 謝謝喵 很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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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真的不會 你剛剛那一隻貓 是被嘴巴你搭吧 真的什麼事了沒有 李卓老師 以你專業的 你覺得這種可以困難你 受腰嗎 我們糾結在這件事 我幫你拿八卦羅盤來 沒有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就是 因為運動 像Terry 今天Terry也在 其實你要瘦身的運動 一定是全身性的 對 沒有局部瘦身這種事 所以我覺得 如果一般像你們 我覺得就是 養成一個基礎的運動習慣 我覺得都可以達到一個 有腰瘦的視覺效果 了解 大家就是知道 就是有在看節目就知道 我其實一直都是一個 比較肉肉的女生 可是呢 我又還是滿會靠穿搭 稍微遮一下我的肉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說 我身材雖然肉 但是 就是還算是全身 風滿形的那一種 我覺得我遮得很好 直到有一次 就前陣子去參加那種 很多人的品牌活動 然後有一個公關 就這樣飄過來的時候 就說佩基妳來了 我剛剛沒有發現妳來 我猛一看以為妳是誰 然後她一講說 那誰誰誰的時候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布洛克大概 比我 所以是誰 說出來 這樣知道 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覺得說 難道我有胖成這樣嗎 然後我就覺得很生氣 然後回家之後 我就想說不行 我下一次參加活動的時候 我一定要讓那個公關刮目相看 要讓他說 所以呢 就是撇除那個喵喵叫呢 我來教大家一個 現在最新的 犬式呼吸法 等一下 好嗎 媽媽 妳怎麼吵人 來這邊做狗 你剛剛說什麼 我媽媽先在那邊講 等一下... 我們今天是寵物節目嗎 對 還有那個猴子啦 還有那個 這種動物 我跟你講 因為我跟你講 我們節目的媽媽 大部分都滿愛我的 因為我教的方法 都很簡單 又很省事 就是呢 你要先 伸一個懶腰 把你的背部伸展開來 然後你這樣 剛剛已經全身 就整個放鬆了嘛 對不對 還滿鬆的 然後接著呢 有點閃到 接著呢 你的嘴巴 只要靠嘴巴就好 嘴巴違章 大概有留一個 一公分的這個距離 然後狗狗不是都會 呼吸很快嗎 你看這個動作又很性感 狗呼吸 老公不會覺得你在那邊 叫叫叫 你就是 什麼叫叫 快速的呼吸 大概持續20到30秒鐘 它其實可以幫助你 加速代謝燃燒脂肪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做 休息一下再20到30秒 真的我覺得很有效 可以搭配BBOX 搭配BBOX 搭配 搭配 這個搭配 這個搭配 而且它這個可以怎麼樣 你知道嗎 它可以就是這樣20秒 20秒到30秒 它可以幫助你自律神經的安定 它讓你比較不容易暴怒 像我們在做減肥運動 有一種是確實是透過呼吸 去訓練到我們的這個中央的 這個腰部的肌肉 那如果你真的有訓練到的話 那個材料就有效 可是如果你只是上半身 一直呼吸呼吸 他說要學狗狗去呼吸 我說 對 所以我想說這個應該是 沒有科學根據吧 但是如果運動裡面 其實Terry可以補充 就是有一些是 然後訓練到這個 所謂的核心的運動 我覺得這個倒是有效的 對 而且是腰部是有感覺 有痠痛的部分 那這樣才有效果 運動的呼吸法確實很重要 對 因為很多女生都覺得說 我要做 不管是抗阻力運動 或任何有用力的運動 大部分女生絕對都是 嘴巴閉起來的 對 一定都是這樣 對 因為憋氣 其實這樣是缺氧的 對 對 那其實大方向 其實大家只要記得一個原則 用力的時候吐氣 放鬆的時候吸氣 沒錯 所以為什麼你一吸一吐之後 你的肌肉也跟著震動 所以剛剛心靈姐會覺得說 也會有一點痠的感覺 對 對 所以不一定是在嘴巴上面 或者說是你在做其他的伸展運動 這個也是 吸氣吐氣 對 或者說你拿東西 負重的時候都是一樣 比方說舉的時候吐氣 對 大家知道我是那個 Fall in Love對不對 偶像少女 對 所以特別是偶像少女 而且我們那時候 競爭力非常的強 超愛比 超愛比 所以我們就是 美麗擺第一 這次安全擺第二 就對了 美麗擺第一 這次安全擺第二 對 就一定要漂亮就對了 然後那其實 因為我是舞蹈班的 那其實舞蹈班 我那時候其實 因為我的肩膀很快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在 美少女的團體的時候 其實我是有一點罵 但可能 就比較大的一點 然後那時候就是可能壓力大 所以又吃得稍微多一點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我去上一個大哥的節目 然後那個大哥直接喔 就是介紹完 我說哈囉 我是Windy 然後他直接說 真的 我說你是豆腐沙 今天你都受創了 對 而且我還特地去撒豆腐沙 到底有多大隻 我這樣 頭憋憋 然後嘴巴這樣 對 就是很大隻這樣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 開始在想要就是 讓我自己減肥 但我那時候弄了兩個方法 一個是吃當時非常有名的 藍色小藥丸 好像蘿莎的那個牌子 對 那個我是必須都要墊那個 護墊 因為不小心 一直漏油 然後另外一個 我是喝那個玫瑰水 就是你喝了當下不會有感覺 當時你喝了之後的半夜 十二點多的時候 你就會到廁所去拉那個水 沒錯 所以基本上你是不可能會瘦的 而且反而你是整個身體狀況變大 脫水 要有脫水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 完全弄錯方法 對 但是呢 我覺得前面這些方法 我覺得對不對 大家有目共睹 我現在要來教教 你有喜歡吃嗎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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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膜拜式的 也是小腹腹腹的這一塊 對 但是我看那個 不要搭配什麼教了嗎 不用 這個也是完全不用 任何的以上的東西 跟動物無關 跟動物無關 完全無關 然後記得要做男潮杯 什麼 真的要回答 對 真的要回答 沒有啦 真的 就是選一個 你自己舒服的一個方向 一個空間 然後呢 雙手抬高 然後 對 抬高 對 抬高 好 往後面一點點 好痛喔 好 往前 往前的時候吐氣 你的眼睛要看抬高 抬高 抬高 對 往下 好 再一次喔 來 來 速度往後 往前 好 我們現在才做兩個而已 我們現在要做二十個 這一樣有原因 可以嗎 二十個 對 當你往那邊看肚子的時候 你就會 感節 感節怎麼樣 你都 你都 你就可以跟著感節狗 你都可以跟著感節狗 不知道有沒有用 我有認真過 說到聽一下香音就會出來 是不是 對 會不會 很難 對 香音都會出來 對 香音都會出來 但不知道想問專家 就是兩位老師有沒有 這個到底有沒有 二十下 二十下 二十回合 然後一天做三次 剛剛對面四個專家 在做的時候 他們這樣對著我的時候 我以為我是師父耶 你沒有太心 太心 太心 素卿姐 你講話最老實 你覺得真的 對 素卿姐 真的有效還是只是 單純拜拜而已 其實你要練習你的核心肌群 如果你只有肩住 你覺得它最後回來 有點像crunch 對 做得對的時候 有點像你是在練核心的這種 收縮 腹部的肌肉的收縮 所以動作如果不用 剛好是你自己能做得到的時候 我覺得對於核心的肌肉 是有點鍛鍊的故事 所以它這個也不是完全 無稽之談 只是它這一招很符合它 雖然它說他們美麗為藥 安全次藥對不對 對 可是它這個減肥 我覺得剛好相反 它這個是 我的下的結論就是 先講求安全 才講求有效的 一種減重方法 大家就可以理解它的定位 我覺得滿適合兩個族群的人 就是第一個是 一樣是生產完的媽媽們 它沒有那麼激烈 對 那第二個就是 開完刀的做復健的朋友 可是那個傷口不會拉扯嗎 沒有 你要看你是 開刀的位置在哪 對 如果是裹部就不可以 這樣子 對 過度的拉扯 當然是不好的 對 不過老實說 其實我覺得很多狀況就是 我們有時候看到人家 我們也想說想要好好的訓練 可是也想說自己也不懂 旁邊的人 枕邊的人也不懂 可是有一個人 他非常訓練自己 也非常激勵老婆 身為完美身材的老公 到底有沒有什麼方法 雕塑好方法 可以讓媽媽的身材傲人 然後可以不要這麼累 好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好了 那個時候也是 我做了一個小小實驗 因為美琳那一年 走那個 賽德克巴黎電影的 金馬獎的紅毯 紅毯 那你知道走紅毯 女性就是無所不比 對 那時候她就去量了一個禮服 她的禮服 是從肩膀的這邊 露到那個腰骨溝 所以她幾乎 就是圍恩那一種 幾乎她的背 已經是手臂了 對 但是她那時候我認識她 她就說她一試完那個衣服 她回來她很挫折 她說怎麼辦 我背都是鬆的 對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教你幾個方法 算是滿... 就是黑膠帶貼在全部前面 對 等一下... 我現在突然有一種 被Cue到的感覺 對 當年 陰伯那些禮服 就是我小子 我喜歡嗎 所以是你恨的 我剛剛一直覺得那個畫面 我怎麼有一點 手複製 有點舒適的感覺 很親切 是明昭老師設計的感覺 真的喔 對 我記得試完禮服之後 我就這樣子 然後看著她經紀人 就是你們這些的Facebook 對 可是我花了一個月 就把她的背蟲救回來 怎麼弄 對 就是一樣 出了她這個動作 大家在座只要站起來 都有辦法做 好厲害 第一個動作來跟我做 把你的腳跟你的肩膀同關 手放在側邊 45度 手掌朝前 音樂來了 往上的時候用力 往下的時候放鬆 手肘不能彎曲 手肘撐直 在你的耳朵正側邊 往上用力 手不能拍到 抓到一公分的距離 一公分的距離 一公分的距離 往下放鬆 往上用力 準備跟我做 來預備 GO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八個就好 手肘 來 八 第二個動作 手不能放下 手掌朝前 第二個動作是 往下切用力 往上放鬆 只能切到45度 切 彈上來 切 手肘 切 然後再五個來 五 加油 吐氣 四 再來 三 二 再來 一 不能放下 不能放下 這時候你會覺得你的肩背 有點曠擔的感覺就對了 快點... 下一個動作來 把你的手肘貼起來 貼起來 再來一個動作 把你貼緊的手肘 對齊你的下巴 對齊你的下巴 不可能了 下一個動作來 動作 從你的下巴抬到你的上巴 上巴... 下巴... 滿滿的感覺 嘴巴的上面 很難 很重 看嘴唇看我做 從下巴抬到上面的嘴巴 來 預備 GO 一 二 手肘不能打開 手肘不能打開 嚴重 好 輕輕 你們下巴掉下來了 你往上抬 再五個 五 四 高一點 三 下巴 這下巴不是禮防 來 再三個 三 好可憐 二 一 手不能放下來 打開 還沒完啦 還沒完啦 手伸直往前抬 快速速度 預備 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還不能放下來 最後把手反過來 往後拍十個 一起來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甩一甩 好 好 一起來 手一甩 好累 好累 剛剛才花你兩分鐘的時間 就甩的時候最開心而已 兩分鐘的時間 對 而且你會覺得你的手臂 三腳肌 提肩夾肌 斜方肌 背過去 有耶 全部都用得到你身 對 我們不要做 這個動作 我們不要講每天做 如果你兩天能夠做一次 那時候美靈只剩最後 老師剩一個月的時間 對 他幾乎兩天做一次 做十五天 走在房坦上 這背是漂亮的 尤其是 你的這個貨堅夾肌 你的這個貨堅夾肌 你的地方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並沒有花太長的時間 對 很短的 但是好痠 超累的 我好信心我懷孕 好痠喔 我真的覺得 我們不要運動好了 我們用吃的 看能不能救 救太難 應該是如果想要好身材 可不可以怎麼吃 就不用那麼累這樣 我看怎麼那麼累 我都講不出口 真的很累 好 我倒是提供兩點 如果真的要做體重控制的話 但我先講 體重控制是因人而異 像你在飲食的建議上 因人而異 但通常你可以用第一個比例 就是1比1比1比0.5的比例 每一餐要吃到 一碗蔬菜 一碗水果 一個手掌大的肉 然後半碗的 拌那個澱粉類的東西 這樣你就會比較好記一點 那有達到營養均衡 你就比較不容易腹胖 那第二個原則就是 因為在座都是媽媽們 那媽媽們其實 會考慮到就是晚餐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可能要忙小孩 忙老公 就有可能你會是最晚吃的 所以有一個小訣竅就是 你可以在大概5點多的時候 你可能在備料 或是準備水果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吃 先把水果先吃 就那一碗就放在飯前先吃 那這時候你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低GI的水果 比如說像現在 譬如有像 芭樂 然後蘋果 小番茄 或是奇異果 你可以先吃一碗 等於是說把晚餐飯後 水果移到晚餐前 讓血糖比較穩定 然後血糖比較穩定 也比較不容易飢餓 有時候因為飢餓 你可能晚餐的時候 你就會腹腹胃 所以這個倒是可以先填飽 這個飽足讓血糖穩定 身材之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 媽媽的臉蛋非常重要 沒錯 因為媽媽喔 我跟你講 我出門都是跟鬼一樣 就是 岩石挖一挖 然後髮窟一弄 我就去買菜了 可是我真的看到很多媽媽 就那種出門還會弄髮帶 然後我就想說 你是不是有擦BV霜 怎麼有時間去 然後她就說她素顏 這種人更討厭 有啊 我有遇過超生氣的 因為我覺得 女生就是除了白之外 最重要就是 就像我之前生完小孩之後 好不容易就是有機會 可以推著女兒出去 新衣區逛街 我又看到我很久不見的 高中同學 然後看到她 我就很興奮 我就想說很久 就是出來終於 有見到人可以聊聊天 然後很興奮跟她打招呼 她還這樣說 你是 然後我就想說 這很糗耶 你覺得這句話 其實滿傷人的 很傷耶 我就說我是誰誰誰啊 她說真的 你很久不見你耶 你變好多喔 超尷尬的 然後她說你怎麼 因為她就看到我有女兒嘛 她說你怎麼生個小孩 妳是不是 就是 太累了 對 她說你是不是太累了 都顧著照顧寶寶 都忘了自己啊 然後我跟她聊天 我就想說沒有啦 妳可能沒有生小孩 妳不知道 她說沒有啊 我已經生了兩個 然後我就想說 那妳就回來就 難怪 妳看得出來 妳生了兩個 妳是不是沒有好像 照顧自己啊 現在就想很累吧 對 討厭 對 是不是妳每次 你同樣的開始啊 因為 不是 妳真的 妳知道出去發生 就說最近很累 真的很累 很討厭 然後我就立刻回家 完全沒有逛街的心情 然後我就立刻呢 上網找了一下 我就在日本節目上 有事 好像又沒說 剛剛那種照片 我又是日本諧星實驗的 對啊 這個是有日本研究認證的 有嗎 可是我覺得自己 我自己試過 我覺得滿有效 還有拍那種前後 我覺得這很有效 它就因為像我們臉鬆 臉款就是這種咀嚼肌 你可能變得比較大嘛 會比較鬆這樣子 那它這個方法呢 很簡單喔 媽媽們最愛我了 我都教這種很簡單的 那它變了 那它變了 談自己啊 談自己啊 談自己 不是節目嗎 就是妳用這個橡皮筋 家裡都有嘛 妳稍微量一下 妳的這個耳朵的大小 然後呢 稍微量一下 妳的耳朵大小 然後大概 譬如說我 妳就稍微把它打一個結 然後綁緊一點 然後妳就這樣子 套在耳朵上面 這樣子套在耳朵上面 兩個耳朵都套 然後套十分鐘之後 妳會發現 妳的這個咀嚼肌啊 就是會往上拉提 它就是其實有讓妳的咀嚼肌 放鬆有震位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來...我可以馬上 妳可以馬上 妳說 老師 妳說老師 妳要說一點 老師 妳好好說 我現在懷孕太氣容易動 這一趴 很扯吧 是這樣子的 妳如果只是要這樣的效果 妳根本不需要橡皮筋 妳就是找人 一直拉進妳耳朵就好啦 為什麼 一樣的道理 它就是讓妳這邊的這個淋巴 跟妳的這個 像是伸展拉筋一樣道理 妳就是一直拉妳的耳朵 就很好了 因為我們在幫藝人化妝之前 我們幫她做妝前的保養 妳都會拉她耳朵 對 我會拉她耳朵 妳就是幫她臉部按摩... 真的 妳想想看 我們去做SPA的時候 她是不是在臉上推... 推到妳的太陽穴位置 都幫妳這樣按一下 對... 對... 而且妳會莫名其妙想說 為什麼妳做任何的動作 最後都遮遮到這樣 對 按一下 這邊按一下 一樣 它就是讓妳這邊的穴道 有點做活化的一個效果 所以妳就是 真的 妳就拉妳的耳垂就夠了 妳不需要用橡皮筋 去這樣勒妳的耳朵 這樣會受傷吧 對 尤其是因為事實上 怪獸啊 我們兩個人會動拍戲喔 很大哭 我遇上黑肌什麼大公道 我都沒見過 事實上臉型的變化 跟膠原蛋白流失 或者是膠原蛋白的 多少是有關係的 不行了... 因為黑肌是非常的偉大 是因為它輕微到兩歲 對... 所以本來自然然那個膠原蛋白 流失反而就比較快 對 是真的 而且媽媽膠原蛋白 真的流失得很快 對啊 所以我覺得OK 返鄉又懷孕了 反正... 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妳現在跟她說那些 好好照顧自己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 就是為愛犧牲 為愛犧牲 我覺得你們的方式都太奇怪了 太好了 我現在就不要經過 我要講 小心看妳的方法 好厲害 我愛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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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自己覺得我的皮膚 在媽媽界裡面 應該算是還不錯 很強 妳等一下 不知道我們在出鏡攝影棚 我都來一年了 很厲害 妳髮子在美麗上第一的 在哪裡 她已經拿到在門口等了 妳看就好了 我的保養方式就是 就是內服外用兼具 吃的 很重要 像我平常 有事沒事 我就會把這個人生片 含在嘴巴裡 當零食 當零食 那好代優 人生片 含在嘴巴裡面 當零食吃 可是妳有說過 中醫說妳是OK的嗎 我是OK的 對 有一些很不錯 對 好像太燥熱 不能吃就不能吃 對 像我上個月 我剛生完小孩 妳上個月 都生完小孩 太厲害了 追嗎 追嗎 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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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講大力小孩 然後大家看她一甩 妳才剛上來 天啊 好不可惜 很厲害 真的有好 有厲害 對 而且就是這個人生片 它剛好可以補我產後 氣血不順的問題 然後另外它也可以讓我 氣色非常紅潤 真的耶 對 另外我要推薦大家這一罐 非常非常厲害 你這看起來就滿不可惜的 超厲害 這個是用鳥屎磨成粉 鳥屎 鳥屎 她聽我說 這是清朝 慈禧太后 流傳下來的保養 清朝慈禧太后吃鳥屎 對 沒有 它是 摸在臉上 我記得有過 我聽過 就是慈禧太后 因為那有玉蓉傘 玉蓉傘 有這個特导 慈禧太后 是因為它到了年紀很大 都還在陰陽調和 還有它不需要操勞太多事情 但是它這個鳥屎美容法 其實現在連包括好萊塢 像我知道我看過報道 那個卡曼隆迪亞 也在用鳥屎保養 真的還假的 然後馬丹娜之類的 還有貝克和他老婆 對 趕快介紹我們 對 什麼鳥啊 哪一種鳥啊 沒有 我跟你講它什麼鳥 叫新鮮的嗎 其實太后這一題 它叫做玉蓉傘 那玉蓉傘裡面包括非常多 有白字頭的這個 這個中藥成分 包括你知道什麼白吉 白子 白丁山白什麼 就是一系列的白 那所以他們古人可能覺得 這些白的東西 鋪上去之後就會白 那可能裡面包括一些 可能一些植物性的抗氧化的成分 那至於裡面所謂的鳥屎 是那一款白丁香 白丁香呢 其實據稱白丁香就是 某一顆麻雀的屎 對 所以它確實是鳥屎的一部分 我有聽過這個報道 他們說那個鳥屎 一定要用夜鷹的屎 夜鷹 哪裡小夜鷹啊 夜鷹的屎 那你還得一直跟著夜鷹 後面說拜託 是我一坨屎 是我一坨屎 那為什麼這些東西 可能在古代 因為你知道我們古代 沒有那麼多 我們已經知道的成分 對 所以他們不知道那個怎麼用 那有可能這些 比如說動物的排泄物裡面 它吃什麼 它經過分解出來之後 包括你想 以前我們現在人有一種 新的治療方式叫做 糞菌移植法 對不對 所以我們第一個知道 它裡面可能還有一些殘留的 它腸道菌 可是它經過曬根以後 菌應該死掉掉了 所以可能只剩下 易菌生之流的 就是它的菌的身體 可以當作好菌的那個 它的環境培養機 對 那第二個它如果消化 未完全的一些 如果它 因為有時候鳥 會吃一些石頭 或什麼東西的東西 就可能有礦物質 那包括一些有基酸 或者它的酵素之類的東西 可以幫助它可能代謝 或者什麼 但現在已經有一些 很多科學的東西 對啊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用這個 也經過驗證 真的 或沒有專業醫師把關的 真的 不過你真的好有說服力 你才生完一個多 真的 很厲害 她說他媽 我覺得大家今天 妳媽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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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去哪裡 妳知道嗎 大家不要再倒聽 就是不要再經常 你就是這位到底毒說的 哪有毒 妳已經是最後一個囉 對 不要穿一個 不是 我的很正常好嗎 我可以先約定好 不要再有痘瘤的足夾 不要再煮一個萬金油 不是 你看我的肌膚 我就是 因為我是模特兒 妳就是年輕人 我是衣靈的模特兒 所以我的臉就是 非常的重 妳手要摘 你看我的臉 你就是青春無敵 我跟你說 妳幾年了再說這個 對 我過得不說 我就不會長痘痘的人 然後其實也沒有任何痘疤 所以其實我就是 媽媽生得好之外 其實也是要保養 對 平時保養就是滿簡單的 就是 然後去完腳質的話 也要就是每天敷面膜 但是我覺得 非常的一個秘訣 厲害的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 我阿姨分享給我的就是 她是 是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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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喝補水了 不是 她很正常 因為她是65歲的人 可是她其實肌膚看起來 就是像美魔女一樣 然後我就是 還滿厲害的 她就是非常厲害 然後我就去問她說 妳是怎麼保養的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她其實也沒什麼保養 她就只有喝了一個東西 然後我說什麼東西 妳就分享給我 然後她就講說其實就在家裡 妳都可以製作像 蘋果檸檬 然後加醋 就是蘋果檸檬醋椅 對 然後每天喝 然後就把它當水喝這樣子 然後就是喝了一個月之後 保證妳的肌膚 就會像我一樣水噹噹 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她說 當水喝 其實讓皮膚漂亮 其實就是水 所以今天妳的蘋果要配柑橘類 妳的蘋果要配什麼 其實都可以 主要是水分足夠 那蘋果跟檸檬其實 我們在講說要美白的話 我們會希望食材裡面 維生素C要非常足夠 但蘋果跟檸檬其實都不是 維生素C很高的 所以並不是它本身的元素 而是妳喝足夠的水 所以代謝皮膚才會漂亮 沒錯 那她剛剛安養那個人參片 其實在人參片 在我們西醫裡面 人參去分析 她卻是天然的B群 她B群含量還滿高的 所以我覺得她的保養 是有她的道理 但是她的那個人參 確實她經過 中醫去調她的體質 就是說她可以吃再吃 因為不見得每個人都 每個人都可以吃人參片 如果是那種炮製的 比如說她現在手上拿 這個顏色比較深的 妳這種如果是高血壓患者 可能就不能吃了 對 所以其實還是有差別的 是喔 那在座的 有一位少女團體出 因為其實妳們之前去香港 參加楊辰霖的那個演唱會 演唱會 其實四個啊 其實有兩個已經是媽媽 三個已經是媽媽 三個是媽媽 可是老師說 妳們妝換起來 我跟你講真的有回到 真的 真的還滿厲害的 有沒有什麼好的 其他的方法 就是也是吃的方法 讓我們可以補充膠原蛋 因為我們知道 除了美白之外 還要抗皺 還要保濕 還要明暗 對 所以我對應的各種食材 給你們建議 比如說美白的部分 我們知道 高維生素系的水果 對 所以盡量是妳不要烹調的 蔬菜類就先不要 都以水果為主 因為它不會高溫烹調 包括其實果糖 果跟柑橘類 抗皺的部分 就是妳千萬一定要吃到油質 但是要吃到好的油 所以那目前好的油 包括所謂的酪梨啦 堅果啊 這些都會讓妳皮膚比較有彈性 比較不容易有所謂皺紋的產生 然後保濕的部分呢 其實我設計的是 維生素A高的食材 因為維生素A高的食材 它是幫助黏膜肌膚的健康 所以具有保水性 所以可以吃一點 紅蘿蔔 地瓜葉啦 甚至於你在吃整顆蛋的時候 要連蛋黃一起吃進去 一定要 對 這非常重要 然後最後 記得就是比較偏向紫色的食材 花青素的部分 對 紫色的食材 有一陣子在國外美國 很多模特兒 他們在那個走秀之前 會有一粥都吃紫色的食材 對 它也是有保濕的作用 有明亮 所以包括葡萄啦 葡萄啦 莓果啦 或什麼 高麗餐那些都可以 好 其實我覺得 愛漂亮的是人的天性 其實像這些都是年輕媽媽 如果可以帶小孩出去說 像姐妹或姐弟有多開心 真的 而且不要說我們這些年輕媽媽 像我們這種比較中年的 或是我媽媽媽那種 已經70歲 她還是堅持到菜場 一定要吹頭髮 要畫眉毛才能吹眉毛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是愛漂亮的心 那是愛漂亮的心 然後又有健康的體魄 不是非常的好 對不對 就不是我的媽媽都佩佩亮亮的 謝謝大家的分享 記得上網 節目的粉絲帶回答問題 就有機會獲得精美好禮喔 大家掰掰 掰掰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也好 可以按下鈴鐺 你也可以看不見 你還不見 我不想要看得到 我可以拍不見 你圍稀 會當時 你可以看得到 明明 還有 你不會拍不見